中國武漢肺炎到底死了多少人 大紀元發表獨家報導說 通過暗訪湖北省多家殯儀館的高管獲知 其中兩家殯儀館每天的實際火化量 是平時火化量的4.5倍 每天大約火化341個武漢肺炎的死者 還有中國大陸媒體《中國金營報》調查發現 去殯儀館也需要排隊 有死者一周都排不上號火化 安防錄音首次披露了 在武漢肺炎第一批死亡高峰爆發之前 多數病患並不是病逝在醫院 而是被迫在家中等來了死亡 這位官員怒罵中共官員們 別相信那些狗官他們要亡 像他們這樣搞下去 後果不敢想像